好嘞 今天是2021年4月27日 今天有一個很大的消息 一個信息 就是希拉里 在4月26日 晚上 就是昨天晚上 9點05分的時候 被絞刑吊死在 光塔拉摩灣 希拉里 羅德摩克林頓 希拉里 她被確證犯有謀殺罪 謀殺 存犯罪 判過罪 販賣兒童 罪 以及其他的一些 嚴重的罪行 在3月2日的時候 川普授權海軍陸戰隊 帶捕了 希拉里 然後 經過 軍事法庭的 審判 最後判去 判處這個希拉里 僥心 掉臂 掉死 就是 4月26日的時候 希拉里 吃完了她最後的晚餐 青椒 炒雞蛋 和 草莓來西 川普 川普 26日的時候 她穿著 紳色的西裝 和 紅領帶 比較早的 就到了這個 這個 觀察浪魔王 陪伴 她 兩邊的是 這個 蓬佩奧 和 朱利安里 朱利安里 這個 希拉里 她 戴上 被 從這個 三角洲營地 居留所 押出來 送上這個 腳型夾 就是 由 鋼架 製成的 腳型夾 她腳下 是一個 一個可以打開的門 是一個可以打開的門 那個 這個 鋼梁上 有五個 這個 圓圓的 紅色的按鈕 每一個按鈕 旁邊 有一個 士兵 就是 希拉里 在脖子上 被 套上角色之後 然後呢 就是這個 五國士兵 在 發號之後 必須 同時按上這個 去按那個 個人面前的 那個 紅色按鈕 但是 只有一個按鈕 能夠觸發那個 希拉里 腳下的那個門 而且 沒有人知道 是 哪一個 按鈕 觸發那個門 因為 可能 是一個 隨機的 就是 觸發之後是一個 隨機 就是 這五國中間的 隨機是哪一個 觸發那個門 所以 沒有人知道 究竟是誰 觸發那個門 這 可能是 為了這個 減輕 這個 這五個士兵的 心理負擔 同時 也減少 這個 櫻木集團 他們的 報復目標 對不對 他們也搞不清楚 究竟是誰 至少就 稀釋一些 就減少了這種 危險性 那種 報復的可能性 就是 一名牧師 和一名 一名醫生 也走上 這個 小心臺 然後醫生 就檢查了 這個希拉里 脖子 上了一個 腳說 是不是 正確 地方是不是正確 對不對 是方針的正確 然後 那個 汉尼科 副上將 海軍副上將 就問希拉里 你究竟 要不要這個 最後的儀式 所謂最後的儀式 可能就是那個 牧師 要牧師跟他做打告 或者 你問他 或者你有沒有 最後的話要說 希拉里 他一直不做生 這個時候他突然 打破折磨 就是撒咬的教導 我是 希拉里 克林頓 你們不能這樣 對我 川普 就在 下面 大聲對他說 It's already done 已經完成了 已經完成了 這個可能是 預算關 就是可能 包括 這個 川普付出 對不對 對 這個 深國的 戰鬥 大部分完成了 然後 哈尼克上將 副上將 就叫 這個預備 之行 士兵同時按下 這個按鈕 然後希拉里就 啪 掉下去 然後 腳 躲動了 躲動了一兩分鐘 然後就 完全停止 然後士兵把他那個角束 把他割斷 他就倒在這個草叢之中 醫生檢查了 醫生檢查了 就是宣告他 奇蹟身亡 這個 這 是 結束了 希拉里 40年的 恐怖動作 因為他殺害的人 實在是太多了 他 被他殺害的人的名單 很長 很長 他還 販賣了很多的 兒童 以及 略童 非常恐怖 非常恐怖的事情 還有班加西 那個世界 那些人 對不對 這個 希拉里 這個世界 對不對 也是 對這個生果的 發出的 強烈的信號 強烈的信號 有一點 是巧合嗎 就是 美娜尼亞 他的生日 是 4月16日 不知道是不是一種巧合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不管怎麼樣 就是 這是一個好消息 同時也是一個 沉重的事情 不管怎麼樣 希拉里也是一個生命 雖然 他犯下了 很大的罪行 對不對 也是 得到了他該得到的 但是 確實 嗯 好了 今天說到這裡 喜歡我的視頻 請訂閱我的頻道 請點贊 轉發 點擊小鈴鐺 謝謝大家